世界地球日 美国总统拜登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今天展开全球气候视讯会议 势必提起中美金合关系 蔡政府遭质疑大内宣选边站 使得人民的权益受损 我们连线给国会大现场的记者魏文轩 哈喽 主播观众 带您关心到国会大现场 今天请到的是国民党立委 郑正前 文勇好 你好 刚才国民党记者会 是不是就美朱这件事情 来召开过记者会了 那谈到了美国还有大陆的议题 那这方面 我认你先跟大家说 现在美朱大家在写寻什么好不好 因为到今年的4月20号开始 因为今年1月1号开始开放莱猪进口 美朱跟莱猪是不一样的 我们非常的支持美朱进来 可是我们不希望有莱季 所以我们不希望有莱猪 我们觉得美朱进来 我们是欢迎的 那从今年的1月1号 到今年的4月20号 到目前为止 总共有1848公顿的美朱 还有他们的内脏进到台湾来 那我们在市场上面 那在超级市场当中 加工品或者是一般的餐厅当中 我们就发现几乎看不到美朱的踪影 反而看到很多什么西班牙 我们很少见的奥地利 法国全部丹麦都跑出来 可是美朱反而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太奇怪了 那这些美朱进来到底到哪里去呢 那之前就是政府他们有讲说 美朱进来之后呢 他们可以去掌控这个流向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那我们就想问好 那进来这1848公顿的美朱 流向到底到哪里去 那政府是不是应该要讲清楚 说明白 让老百姓不要担心 那之前就是陈吉仲讲说 近来的美朱大概会有七成 会跑到加工市场当中 那我们找这么多加工品里面 都找不到美朱啊 唯一找到的是在 美市超商当中的时候呢 一个美国进口的香肠 可是那是美国进口的香肠 那他们上面写是美国字 所以当然是美朱 可是他们特别强调 就是完全百分之百 没有瘦肉筋 所以表示说他们也知道 消费者担心这件事情啊 那我们的政府 是不是要让老百姓 有一个安全放心的 享用猪肉的一个环境 所以希望 希望我们的执政党 执政党能够很清楚的说明 美朱的流向到底到哪里去 他是有没有觉得 常常觉得就是在美国之下 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去选择嘛 那包含了在今天就是气候协定这件事情 也美国总统拜登要和习近平 来进行视讯的会议 他们其实美中之间是静和的关系哦 但是呢对于台湾来说 好像在美中的抗争之间 难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又或者是说我们好像偏向了哪一方 常常让台湾的利益受到损失 就是受到损害 我在想说就是台湾在美国跟大陆之间的时候 要怎么样抓到那个最适合的平衡点 确实是不容易的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不管执政党 或者是在野党国民党 其实对美国都采取一个亲美的一个政策 那只是说在跟大陆互动当中的时候呢 那我们要怎么去抓到一个好的平衡点 这很重要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就是当我们蔡总统在兴高采烈的告诉大家 我们三月份的贸易而破灶的时候 这里面有44%是跟大陆跟香港的贸易 然后就是跟大陆香港的贸易的 那个成长比例的时候呢 还比全体的成长比例数字来得高 就说能够破灶这件 三月份的贸易可能破灶这件事情 很大一部分是跟大陆跟香港的贸易出来的 那现在我们要跟美国 或者是大陆当中怎么取得平衡 要考虑到经济的问题 贸易的问题 甚至有些高科技政策的问题 那现在在讲的气候问题的时候呢 事实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气候问题变成外交问题当中的一环 所以台湾在这件事情当中的时候 必须要有更好的一个智慧 才能够在美国跟大陆之间 取得一个适合的一个平衡点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你王儿在 应该是说蔡政府在台湾 就是不断的大内宣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是 大内宣的时候呢 坦白说 现在只能针对我们自己国内当中 那部分信任这个蔡政府的人 因为坦白说我们国内其实有很多人 其实对于政府的很多的政策 是采取一个质疑的态度 那这是好的 因为人民本来就应该要质疑政府 所以当现在就是小英政府 它不断的在大内宣 想要把美国的问题大内宣 来表示说它的施政有多好的时候 我们反而要更睁大眼睛来看 它这样子做 是不是对于台湾的整体利益来说 是最高的 也许在某一块有利益 可是在另外一块上市更多 所以这个就是执政要特别去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们在今天做一个结论好了 就是在美中关系 台湾应该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即便他们就是双方高层 在今天进行了视讯会议 那台湾也要 蔡政府这边也要想办法 如何帮人民争取最大的利益 应该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最优贤的考量 那么以上是在国会最新将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